这一局的罪魁祸首来自于大风车 首先开局撞车了一个粉丝 而不太对是粉丝撞车了我 看此时他正向我奔赴而来 刚开始我还以为是猪猪队呢 直到我看清他ID之后才知道 他是一个好人 故事发生在21世纪的某一天 刚复活的我准备来这六洞野区打野 结果落伞的一瞬间 余光瞟到了一个人 于是我就当起了老六 但私与愿违和自己脑袋里面想的不太一样 绕了一波四眼盲区 拉到他刚才收过的月亮房 准备到房子里面度过一波前期 结果就在这时候 与草融为一体的老八出现了 差点去世的情况下又来一辆车 完蛋了 这前有狼后有虎 我都以为我要掉大风了 结果后面打起了暗号 他响了两枪之后 一个飘移就到我眼前了 不仅送了一身装备 还把自己也给送了 我没有卡 你打我呀 我有卡 你没有快点 就是那么短短的几秒钟 让我记住了他的ID 这一把呢 我是非常想带他吃鸡的 但却嘎得我猝不及防 我也很无语 跳点依旧科学馆 他跳楼顶 那咱就跳一楼 这就是落闪落慢的结果 接下来你们仔细听 他们打起来了 就该我们登场了 有点东西的 盲喷都给我来拿两下子 紧接着我就看到了这一幕 打了两枪我才意识到好像是粉丝 还好我没打中 最后就看到了这个老牛 这可能就是我喜欢M4的理由吧 看了一眼地图之后我才察觉 这粉丝好像还可以复活 于是就葛波尔间吆喝了一声 他就过来了 是我是我 OK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出去浪了 刚想上车就看到一个伞 感觉就穿那么一枪 没办法了 还得下去一趟 赶紧的趁他病 要他命 我一个飘一句 还好家还在 回家的第一时间也是给兄弟们表演了一波 弹弹打滚的小实验 看到了吧 这个高度是摔不死的 只会让你掉一半多一丝丝的血 一摸一摸 我给你这好多些一摸 我都告诉他 我不了了 非要给我 没办法 我只好勉为其难的收下了 紧接着这毒圈刷过来了 看了一眼地图 废了 这圈刷走了 赶紧去看一下左手边的刷车点 有没有刷车 还好刷了 适量急谱 下一个圈也说出来了 看一下下个圈是什么样的 这圈的话就扎大风车这个位置了 好像是粉丝 赶紧给他回一个 上面呢 去不了了 只好带这个坑了 把车给停好 当一个掩体 这时候定好独外就可以了 哎 这头顶来脚步了 你们听 听到了吧 他往后面跑就没动了 后面呢 是有块石头的 指定是趴在石头后面了 这第二颗过去应该就嘎了 哎 但是好像 这脸上为什么在 好像是在脸上 真的C啊 他最后不爬那么几下 我估计到被他溜了 枪身 是在独外 看枪标的话 是在左手边 说不准 我这后面可能都有人 得盯好了 哇哇 也往死大风车 我人人都算 哎 本来还以为这把能加个大风呢 没想到这样就嘎了 他又看到一个 哇 这个都能打掉 还有十来秒就要缩圈了 看他怎么挖 现在场上的话 还剩四个敌人 嘎了一个了 好 还有两秒钟说毒了 应该要跳了 你嘎了也不远了 收枪 挥拳 再挥 再挥 卧槽 还进来了 哎 有点可惜 他是能吃鸡的话 这把他就直接封绳了 如果他拿了一个第三 已经很牛了 看一下回放 哇 这小子是真的准啊 我发现 九发子弹就给我打了 没关系 我发现了一个小子 来说看对我来说 我发现了一个小子 帮助了